马上俗称人生终点站 妙娃迪KK 经常性地被提罚 因为我在连区经常性地想逃跑 在小黑屋的时候就非常的惨 就用那绳子把你掉在那个梁上 然后一天只给一顿饭吃 这就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 不同时区不同生命体验 相通的情感和语言 欢迎收听你那边几点 每期我们会邀请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华语来宾 谈一些共同关心的话题和故事 观察相似议题在不同土壤生长的模样 欢迎收听今天的你那边几点 我是歪老驻泰国清迈的特约记者珍珠 这期节目是关于缅甸KK产业园猪仔的故事 我当时呢是比较关注缅北的事物 在我的推特上面发了很多相关的新闻 特别是缅北四大家族的新闻 我在追踪他们的行踪 那这时候呢我在推特上面收到一条私信 他让我能不能帮他 我当时立刻就回答了 说我可以帮你 我说我马上就到美索来 是一个在庙瓦底园区的人向我求救 因为我当时清迈直接到了美索 所以那个人他也是非常的感动 他跟我说了大量园区的事情 他给我园区里面的信息 我帮他拍摄在美索的一侧 拍摄外面的情况 然后把这些资讯传递给他 后来我们决定商量好 准备在圣诞节或者泼水节的时候 帮他逃跑 但是呢因为他们园区当时 有一个集体的逃跑事件 就像小白说的这样 就是在园区里面逃跑 也是经常发生的 而且集体逃跑也是很多的 那个园区的三个人一起逃跑 结果呢两个人被抓住了 送进兵杖挨打 其中有一个人逃跑了 那么园区的老板开始对他们园区的围墙加高 而且增加了守卫 在这种情况下 像我求助的那位说 他决定这两天就跑 就是立刻马上就跑 他让我每天下午两点钟 在河边等他 他随时随地逃跑 我单天就去了 去在河边两点钟 单天就很顺利地跑出来了 他在前面跑 然后一群保安 穿着黑颜色的保安 手拿有电棍的 也有枪 在后面追他 就一大群人在追他 那个河很窄 我就站在河对岸 但是我也冲向河边 我用英语跟那些人讲 Don't cross the river 我在这边是泰国 你们不能够越过河 就是相当于拉偏架的意思嘛 因为那个男的他是要过河 后来我看他们有保安跳上船 准备来追他 开船来追他 我也很害怕 然后我就拼命挽回跑 喊了泰国的边防军 那个边防军 我跟他喊 有人在偷渡 那个边防军听到以后 端着冲风枪 就冲到河边去了 然后那河对岸的人 就没有再追过来 那个逃跑的人呢 他很快的 因为那个河很窄 就几米宽 而且他们偷渡的 所以他们偷渡 那个小船也是 非常非常小的 必须你自己走上去 所以晚上船说 一晕 那以后 把它运到庙瓦底 那是完全不现实的 因为那个小船很窄很窄 如果我们报个行李的话 都会把小船给翻掉 所以那是个很窄很浅的河 所以那个人已经跑过来了 然后这边 对岸的人没敢追 泰国边防军在搜索他 沿着河边去找他 他就一直趴在草地里面 他不敢动 泰国边防军没找到他 后来我说我去找 然后我就沿着河边 我亲身喊他的名字 后来他说 姐姐我在这里 然后他自己走出来了 然后我拧着他向泰国边防军自首 然后向泰国移民局自首 在移民局关押了一段时间以后 他也顺利回国了 这是我舅的第一个人 所以我对园区的情况是比较了解的 那很快他们KK园区的人 通过一些通讯工具 他们也加了我很多人 小白是其中的一个 他们经常跟我聊天 当时因为KK园区开放管理说 要和中国政府合作 只要你不愿意在KK园区做的 就可以报名 报名以后呢 可能会直接移交给中国政府 所以KK园区当时人心惶惶 因为他们报名以后 就像小白说的 他们在园区里面被关了很久 小白是在园区里面待了一个月 更多的人是关了 我知道的一个关的时间最长的 因为他是第一批报名的 11月份报名 一直到3月份他才回国 那在这四个月里面 当时他们关在一个叫做离职宿舍 就KK园区拿出了靠他们前门 最近的一栋楼 把他这栋楼分闭起来 把它叫做离职宿舍 所有报名回家的 跟公司算清账的人 同时呢他没有钱 支付回去弄费的人 都被关在这栋宿舍里面 每天不用上班 KK园区一日三餐提供他们免费的伙食 这班人被吓坏了 因为觉得不可能的 因为平常他们都是有考核呀 每天工作很长时间 在园区 加班是司空见惯的 有时候作为一个惩罚 他们一天只能睡3到4个小时 突然的不用工作了 每天老板不用工作了 每天还吃得好喝得好 元旦呢 过节的时候还给他们发香烟 所以他们非常恐慌 说这个不知道要干嘛了 把他们养的像养猪一样的养起来了 所以他们当时每天很害怕 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外界的资讯 也想知道他们报名回家对不对 不知道老板要对他们做什么 其中很担心会把他们 迈到其他的园区 或者迈到什么其他的地方 或者有什么样面对什么样的 因为KK园区确实有 嘎腰子的窗门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认识了很多KK园区的人 你那边现在几点 我现在11点58分 你好 我们俩之间有一个小时的时差 我想问您 听说您在这个电炸园区 待了很长时间 是吗 是的 待了一年左右 是在哪里 哪个园区呢 马上俗称人生终点炸 妙娃迪KK 您可以称我小白 这是我在园区里面的那个绰号 就是我们进入园区以后 组长让我们自行自己取的名字 代号 我今年呢 有30岁吧 小白是您给自己取的这个代号 那我知道园区的很多人都叫小白 他们普通的员工叫小白 管理人员叫大白 可能是大家觉得 希望有一天能够上岸 洗白的意思 然后他的取的名字叫小白呢 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很白痴 竟然被骗到这个园区里面来了 那晚上有很多的传言说这个KK园区啊 是很多人在泰国喝了一杯水 然后就晕倒了 等他醒来的时候就发现已经在KK园区了 您是这样的情况吗 并不属实 像我 我是在网上看到高薪招聘 等于说是高薪招聘吸引过去公司仓库管理嘛 就是说这个图厂里面的这个仓库管理工资比较高 按照我的经历来说的话 并没有 我是从那个新加坡 飞到这个泰国曼谷 然后有专业接待的人 接待我到美索 然后在美索住了一个晚上 像您说的那种迷药的话 有什么样的迷药可以把人迷晕48小时呢 对吧 就是说从曼谷到达庙瓦底的话 会需要48小时 需要两天的时间才能抵达 是吧 对 因为他刚接待你的情况下 是让你在曼谷居住一个晚上 又要开车开车到应该是美索 以后还让你再待一个晚上 然后才把你送到这个园区 并没有像您说的那种迷药什么并没有 我感觉特别不现实 没有那么长的迷药可以把人迷晕那么长时间 就是在路上的话非常时间长 大概要经历两天左右时间才能到达美索 你觉得如果在曼谷把它迷住了 不可能有那么长的时间 对了对了 您说然后您到了园区 这个KK园区要什么样的 您大概能介绍一下 在KK园区是你们一家诈骗公司吗 KK园区呢 食堂啊服装店啊这些都有 跟咱们这个家里面这个工业园区性质上差不多 只不过是没有私人五光 差别就差别在这块很多的这个公司 像一栋楼里面有七八家公司吧 KK园区有这么多的楼房 具体多少家并不知道 但是很多家那个公司 然后那就像国内的工业园区一样 有很多的这个公司入住 所以称它为园区 那您到了这个KK园区以后 您什么时候发现觉得不对 你上单受骗的呢 开车那个路上 我就感觉有点不对劲 设施不是太好 然后到了那个园区门口 一看那个保安 拿了这个K4系嘛 我就看那个我就确定了 我就说这个不对劲了 当时在那个车上 就是进那个门口 你想跑 但是跑不了啊那会儿 KK园区的大门口 我也去过 不仅仅是这个拿着AK47了 有很高的围墙 围墙上面有很高的铁丝碗 然后是核枪实弹的士兵 进之前很远的地方就看到 有士兵一层层的赶哨 那个很厚重的大铁门 我觉得非常像监狱的样子 这点您说的没错 那么您到了这个KK园区以后呢 进去以后就是被那个 等于说二老板 二老板进去以后 就要跟我们许话嘛 说还是说不让你闹事 好好工作 要想家就行了 就这样子 但是刚开始也是在国内待习惯了 到那儿肯定跟老板说 我想回家对吧 然后就开始挨揍了 正常的流程 您说正常的流程到了园区以后 老板喊你好好工作 不要想家 那您跟他是怎么说的 我说我想回家 然后二老板跟我们说 你想回家是不可能的 好好工作 不要算想 对吧 然后我就说我就想回家 然后那个大工 二老板 怼了我两下 我就怼了他一下 然后当然咱们也是忙 他给我两下 给我两个耳光嘛 然后我就还他一拳头嘛 然后就挨揍嘛 好多人揍我 然后我就把我送到那个 宿舍 就您说您想回家 老板跟您说 好好的待着 不要想家 安心工作 然后您说您想回家 他就给你两嘴巴子 然后就被群勾了 是吧 对 一个人打不过我呀 一个人打不过你 那我再问您一个 在晚上有很多传言说 KK园区啊 是会嘎腰子 您在那边一年多的时间 您的腰子还在吗 当然在了 但是呢 另一种说法 要交一大笔钱 然后你才能出这个园区 这个拉腰子 心理上是一样的 差不多 对吧 啊 就是您的腰子还在 那您觉得 如果像您想走的话 得花一大笔钱才能走 对 很大一笔钱 很大一笔钱 这跟嘎腰子也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那在KK园区 您觉得一年多 没有看到别人 被嘎腰子的情况 也没见过是吧 并没有 但是体罚和癌症很多 这个是常有的 像网上说的那种体罚 很正常 那您说是经常体罚 体罚是什么样子 什么情况下被体罚呢 像我只是一个 这个负责交好友的 对吧 在那个网络上 像美国软件 那个ins啊 脸书啊 还有领克对吧 这些主流的软件上面 我就是负责这个加粉 对吧 他们是有任务目标 每天要加到一个粉 你要加不到的话 你就要接受惩罚啊 一般的惩罚 就是那个鸭子布 人半蹲啊 像鸭子一样走路嘛 然后转圈啊 然后就是这个 深蹲啊 仰卧起坐啊 这些啊 那深蹲和仰卧起坐 一般要做多少个呢 一般就是一千起步啊 很多人做不了 他们会用小婴儿 出的那种棍子 抽打你 抽打你呢 也并不像网上 说的那种 说那个要打死 他们打的那个 很有技巧 一般呢 就是打你的这个背部啊 或者说打你这个屁股啊 给你打这个黑子 黑子 但是并不会说打死 像我听说过 最严重的就是那个 急行营对吧 您也应该听说过 这里面成了一个急行营 就是把那些 长期没有业绩 给他那个任务量 没有达到的这些人 集中在一块 很多家公司 要把这种人 集在一块 有失手术 失手过 咒死过人 就是KK园区 在他的这个急行营里面 把人给驯死了 确实是听说过 KK园区因此就取消了 这个急行营 是的 是的 我觉得你一天 只加一个反啊 这个任务应该很容易啊 不容易了 并不是那么容易 老板跟我们这个 有要求的 必须要了解一下 他一些资质 对吧 等于说是一些条件 达到老板要求的条件 这才算一个反 很难的 还要保持一定的热度 就是聊天的热度 就是他每天 你要拉到一个反 那这个一个反 并不是说加上你的粉丝就可以 那你还要有一定的这个考核指标 看这个反 要有一定的这个聊天内容 对对对 还要有热度 热度是什么意思呢 必须要正常的聊天 也都叫热度 啊 就叫热度 那如果您完成了这个拉反的任务的话 那每个月是可以拿到基本工资的吗 对 那大概多少钱方便说吗 这个倒可以 他们固定的工资是5000人民币一个月 但是呢 他们出租费啊 食堂这个费用 还有卫生费用 再加上你这个粉呢 又不是说每个人能保持这个贴点油 对吧 再加上那个粉扣你的这个费用 你一个月能剩个烟钱已经很不错了 就是老板给你们发所谓的工资 所谓的 对 左手发过去 右手又以各种各样的名义把它扣光了 就是给你个最低的保障 就是让你抽一包烟 嗯 这就是你在KK园区大致的真存状况 并没有挣到什么钱 是吧 对 我想问一下 那您的工作就是拉反 其他的不需要操作吗 对 因为我聊天技术不好 经常把天聊死 太炸 然后呢 我就安排我的工作呢 就是加粉 加成功赢 我就上交就可以了 别的我就不用管 啊 那现在 我也是听说啊 在整个园区啊 诈骗行为啊 是流水线操作的 每个人只负责一部分 那这个 聊天技术不好的人 就负责加粉 那我还听说 有些这个加粉也加不好的人 就没事帮你们统计公司的资料 是吧 并没有 加粉加了不好 你就受罚了 统计资料并不需要 上次听说有个案例 也是KK园区的 听说有个孩子被打到生活不能自理 啊 对 对 是有一个 他犯的事情比较严重 就是会用那个钢筋 车打 打到他 他那个生活不能自理 但是 没打死 哦 那那您经常被替罚吗 也被替罚过吗 对 我经常性的被替罚 因为我在这个园区 经常性的想逃跑 被抓过很多次 被很多次替罚 还有关小黑屋 因为想早点回家嘛 经常逃跑 经常组织 然后经常爱打 所以说在公司里面 也是特别有名的吧 刚才您说您在KK园区 逃跑了很多次 那您说一下几次逃跑的情况 刚开始就是 刚到了公司以后 我就想 比如说是公司二老板 鲁班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想回家 因为这个我感觉事情不得劲嘛 然后我就说我就是要回家 然后那个鲁班给我两巴掌 我给他一拳 很多人揍我 揍我以后让我回员工宿舍 他们所谓的员工宿舍 让我自我反省一下 然后呢我到那个员工宿舍以后 我就从那个 您也知道那个KK那个正门对吧 我从正门那儿逃跑 就往外闯 但是被那个保安抓住 就是当天您到KK园区挨打了 他们让你到宿舍反省 你反省了一下 决定从前门立马就逃跑 是吧 对对对 然后被保安抓住 就做得非常的惨 关进那个小黑屋 然后呢 就是关了我一段时间以后 他们让我去这个公司上班 然后去那个公司上班以后 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一直想离开这个远区嘛 策划 一直自己内心策划 这个继续逃跑 第二次呢 过了一段时间呢 我就又策划了一次 然后也算是一个朋友吧 我们两个合伙去翻墙嘛 在翻墙的过程中 被保安巡逻抓住 然后他们就又揍我了一顿 又关进小黑屋 然后在小黑屋的时候 知道小黑屋就非常的惨 一天呢 就是把你吊起来 就用那个绳子 把你吊在那个梁上嘛 然后一天只给一顿饭吃 也是一种变相的惩罚 对吧 我在那个黑屋里面 我就内心里面还是说 还是要跑 不跑不行 第二次把我放出来以后 我就开始联系更多的人 因为我感觉人太少 逃跑 几率比较小 所以说我组织了更多的人 又策划了一次逃跑 当时我们六七个人 再次逃跑的情况下是 我一个人翻上墙了 准备跑的 但是不被抓了嘛 运气不好 还是说运气不好 那这一次是六七个人 你们是一起翻墙被抓的呢 还是 肯定是我打头的嘛 他们在后面 等于是我行动 他们没行动 被抓住了 但是又是一群的这个保安 把我们六七个人围住 然后就是 后面的结果 也是挨揍 灌上黑屋 然后我挨揍的次数多了以后 他们在这个 给我弄了一个牌子 就是这个逃跑者的下场 再让我跪在那个脚台上面 这就是在这个公司啊 或者园区特别出名的一个人 我在这个公司里面特别出名 就是因为您逃跑次数多 被关小黑屋的次数多 所以你在KK园区挺有名气的 那后来您是怎么从KK园区出来的呢 后来是一年 一四年 一三年 一二年 二年 二年 就是八月份左右 我从来没见过的公司大老板 陈凯 八月份左右的时候 给我们开了一个会议 就是说想回家的 可以举手回家 当时只有两个这个 也算是憨憨吧 他们两个举手 然后就是说 他们想回家 我们当时很多人没有敢举手 我们就是等待这两个 憨憨的这个最终的结果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 这两个人是真的回家了 真的回家以后 我就一直在观察 观察这个最终的结果嘛 看到他们回家以后怎么样 我一直在等 当中等了一个多月左右 感觉我不能等了 然后我就这个报名 再加上这个KK园区 他们说了 发了一则公告 就是说园区实行 这个开放式管理 然后呢 看了公告以后 然后我就开始着手 这个报名啊 回家 但是呢 他们也不会让我们 那么快回家 当时说的是 想回家的话 就是六万到七万块钱的路费 还有你要有护照就可以回家 但是呢 你也知道我经常逃跑啊 也没骗到钱 没钱 他们就把我们这些所谓没钱 拿不出钱 有护照的人 把我们弄了一个 就是离职宿舍 把我们那么些人 没钱 拿不出钱的这些人 举重在一块 那也比较好 当时也比较人用化 给我们就一日三餐 免费住宿 在隔离宿舍又待了一个多月 将近两个月 然后才把我们送到这个曼谷机场 我们自行买票回家 我记得当时KK园区 宣布开放管理 但是外界也是非常的震动的 疑虑很大 就不知道他们说的是真是假 很多人非常的担心 开完园区以后报名回家 可是不能够回家 而是被卖到其他的园区 所以很多的人在观望 对 当时我们也是 心里面也有这种疑虑 在他们说的 所谓的离职宿舍里面 让我们待了一个多月 心里面也是在想 那时候我们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说青天游民 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好的 把我们送到这个泰国曼谷 让我们自行买票回家 那您大概是什么时间到的家呢 元旦过后 您是元旦过后 春节之前那批人回家的 对 然后不是过来年 三月发了一则 中国包了一个飞机 把那些剩余的那些人 不是那个包机 就送过来了吗 但是中国的警方 打击的力度是非常的大的 是的 在这个KK园区实行 开饭管理的时候 正好是老街那边的 所有的电扎园区被打击了 不但被打击了 那么老街的实名药贩 被遣送回中国 在春节以后呢 剩余的KK大概有800多人 被中国政府用包机的形式 接回国了 那我也想知道 您现在是在做什么工作呢 我现在是在工地 你是一个工地的大师傅 所谓的大师傅 就是您是什么样的 一个大师傅呢 做哪一个工种呢 就是我们这个高楼大厦 现在不是实行那种大波机 我就是安装那种大师傅 那我想知道 您对这个在KK园区 这一年多的时间 您觉得这段时间 对你的人生 很大的改变 怎么说真的是很大的改变 以前都是 满满壮壮的 对吧 然后现在做任何事情 都要思考再三 这就是一个 很深刻的教训 人生需要精力 您觉得是一个 对您来说是一个教训 所以您现在还是很愿意 去踏踏实实地工作的 肯定的呀 那个罪呀 在KK园区的那个罪 一辈子都不想再尝试 一辈子都不想再尝试 好 谢谢您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我救了很多的人 他们也愿意跟我聊天 我都问了他们家庭情况 我最新还有一个困在园区向我求救的人啊 他正好就是我在国内做公益项目的时候 我的救助对象西部山区跌死两改架 就这样的一个孩子 那我们看到小白 他也是单亲家庭的 我救的第一个人 他也是单亲家庭 这点对我来说是印象非常深刻的 他们很多人 首先都是来自农村 偏软地区的家庭 而且就我目前接触的很多人单亲的 还有一个就是 这些人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那种好吃难做 他们回去以后就没有一天是闲着的 就像小白一样 回到家就立刻就工作了 立刻就找了他原来的工作 他原来工作就是在工地上面做工 然后他最近可能闲了半年 然后他一直在找各种各样的工作 也向我求助 说能不能帮他介绍工作 然后还有第一个 那个我从TTM园区救出来的人 他来自湖南的一个偏远的山村 在里面是一个矿区 他回家以后立刻就到矿区上班了 目前虽然中国警方对电闸园区打击力度很大 但是庙瓦底几乎是闻丝未动 而且其他的地方的 特别是在东南亚地区的这个电闸 有逐渐搬到这个庙瓦底的趋势 而且庙瓦底的园区也在不断的扩建中 所以这个问题我会持续关注的 这是我关注的第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呢 是说对这些园区里面的人 如何处理的问题 如何救援的问题 中国目前对这些人的处理 并不符合联合国的标准 也不符合国际的标准 中国是作为打击跨国组织犯罪的缔约国 在这项条约中 中国政府是做出承诺的 要对这些人按照一定的人权的标准去处理 在这个事件中呢 因为他们大部分来说 是人口贩卖的受害人 就像小白所说的 他到了园区以后 他是没有人身自由的 他在园区里面 第一个他工作 其实他对这个工作的环境条件 他是没有任何溢价能力的 讲起来老板给他五千块钱的人民币 但是其实到最终他要支付他的吃住 还有卫生的费用等等费用 他身上是没有任何余钱的 这种状况因为打击的力度非常大 KK元区在庙华底当中 现在是算比较合理的 那我知道的很多人啊 不但是说一分钱没挣到 还道歉 会道歉园区的钱 你如果说你没挣到钱 你的工资被倒扣关了 你每天吃饭 住宿舍的钱是挂在你的身上的 是你变成你的欠债的 所以呢 他们第一个是没有人身自由 处在一个被剥削 被奴役的状态 这是一种现代的奴役制度 所以他们是人口贩卖的受害人 目前来说中国没有一项机制 在国际通用是有这样的一个区分 罪犯和人口贩卖受害人的一个机制的 但是中国并没有建立这样的一个机制 所以呢 没有对他们进行一个区分 但是通过我的观察 我发现呢 在实际的操作中 中国警方可能是相对来说 遵循这条不处罚的原则 就对这样的受害人 如果他被认定为受害人 不予处罚 但是我们知道 有一项这样的一个机制的建立 才是最重要的 那否则的话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操作的空间 那会有各种各样的不一样的地方 那有的地方可能比较人心化的处理 那有的地方可能匪夷所思 一个人被贩卖到园区 家里面花了很多的钱 把他救回来 结果他进监狱了 被送进监狱了 那是一个很荒唐的事 所以可能我会 第二个方向关注的是 能不能中国政府 在处理这件事上 以国际的人权的标准 来打击电炸问题的同时 在打击人口贩卖的同时 能以国际的人权的标准 来处理相关的事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